戴上假发 抹上彩妆 配上搞怪逗事的表情 让人看了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人生苦短 开心很重要 5月25日是秘鲁传统的小丑节 当地有近百名的职业小丑 在这特别的日子里 带着欢乐走上首都立马的街头 让街头瞬间成了欢乐大舞台 热闹非凡 熊熊的篝火让小孩看得目不转睛 5月25日以色列耶路撒冷 歇雷姆施 聚集了大批极端正统派的优太教徒 他们围着篝火宰歌宰舞欢庆篝火节 当地的小孩也会自己动手 解木材搭建篝火 你看这人形娃娃就是即将被燃烧掉的恶人 意味着消除厄运 这节日主要纪念闲者阿奇瓦拉比 以及他成功夺回耶诚的伟大事迹 你是不是很好奇 这么一个个模特儿会从机商里走出来 这梯台怎么会在博游路上呢 不要质疑 机场跑道确实成了临时的梯台 在别出新材的时装秀 24日在芬兰赫尔基辛2号跑道举行 除了有七国的设计师 中国、韩国、日本、英国、瑞典、丹麦及芬兰 个别展示最新的作品以外 世界各地的时尚达人 也特意前来参与这独一无二的时装界盛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